以下嘉宾访谈环节 是由鹹市金融有限公司为你带来 鹹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5点33分的《活在5点》 在今天的广东话嘉宾访谈环节 我们会介绍给大家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未来有什么精彩的活动会推出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出场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大多伦多 中华文化中心的节目统筹经理 她是欣缓燕小姐,欣小姐你好 你好,Ruby 欢迎你,又见面了 是的 每一次见到你就知道 你又要推介一些最新的 未来的活动要给各位家庭观众 是的 今天很多人都要上班 因为今天都是正常的星期日 不过明天就不同了 明天就是很多人都放假 公众假期因为是国庆日 是的 明天7月1日就在加拿大147年 是,建国147年 全国各地都会有很多的慶祝活动 当然也包括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我们每年都有举办大众同欢国庆日 亦都配合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国家 我们举办的活动也是很多元族裔的活动 包括一些表演项目 就像民族的舞蹈、钢鼓乐队的表演、魔术 还有唱歌 还有当然慶祝国庆一定不少的就是切蛋糕 生日嘛 是的 我知道了,明天还可以烧烤是吗? 是的,因为加拿大的夏天 大家都很享受这里的好日子 我们也会有烧烤活动 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每年暑假 文化中心都会有一些暑期生 在我们那里学习 甚至乎包括除了本地 就有来自香港的一些实习生 他们体验加拿大生活 最好不过就参与我们一些活动 是直接自己下手下脚去搞的 所以我们明天的国庆活动 除了场地布置、做私仪 或者是有手工艺活动 教一些小朋友怎样去做 亦都烧烤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会大约几百人出席 很热闹 那食物分配和烧烤那里安排 我们都希望很有秩序 令到那些朋友可以很享受大众同欢 其实都挺好的 因为可能很多家庭观众 现在还在想明天有很多地方 或者店铺都关闻 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刚刚今天请你上来 就给了一个选择 大家选择了 是的,很欢迎大家 扶老葵友 大家一起带亲戚朋友 来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参加这个免费的大众同欢 很欢迎人 我觉得很重要 很多人现在都想着 可能怎样可以又便宜的活动又开心 这个一定是一个好选择 是的,没错过 挺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了 其实除了明天这个活动之外 你们接下来 在七月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而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有舞台剧 是不是? 是的,因为就是接下来 其实隔几天之后 在香港很出名的中英剧团 建立了35年 他们都上演了无数很精彩 很受欢迎 得掌无数的舞台剧 其中一套就是《商约星期二》 这个是根据美国一个很畅销的小说 是根据《真人真事》去改编 成为广东话的舞台剧 由戏剧大师 钟景辉博士 King Sir 还有就是演技很出色的陈国邦 虽然这套舞台剧只有两个人演 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各位观众知道 在香港、澳门、北京 甚至乎美国的洛杉矶 已经一共上演过是第十一次 还有超过百多场 包括有英语版、学生版 那就是King Sir自己表演过都八十多场 那近一百场 那你想想想 这么受欢迎的舞台剧 那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大家就真的很有先祷为快 我们原先在七月十日至七月十三日 星期四至星期日 是晚上八点钟举行四场 但是观众实在是… 反应太热烈了 反应太热烈了 那一开始我们担心 我们推销票有没有压力呢 但是原来我们说要有加长的压力 结果信众要求我们前两天 跟中英剧团商量了之后 就决定加演一场 那这一场就是在七月十三日 下午两点半 亦都是世界杯总决赛那一天 那大家要取舍了 是吗? 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一听到 钟敬斐行长这个舞台剧大师的名字 先不管故事 我想很多家庭观众都会很想 亲身看他的演技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有演技实力派的人士 但是从来没亲身现场看他的演话剧 是的 而且这部剧本身其实很有意义 因为我想中国人就很秘技 没有讲到死亡 而这部剧其实《真人真事》 就是有一个体育记者 他一直都说很想探望他的教授 但是一直有很多理由去看 但是有一次他在电视上 见到这个教授就即将离世了 就真的滴起心肝去探望这个教授 就展开了他们 是一些学习、谈谈、人生的道理 所以他们相约每个礼拜二 而这个学生就去探望这个教授 当中就体会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而飾演这个学生和教授 正正台下其实都是学生和教授 King Sir的学生就是陈国邦 所以台上台下其实他们都是私生关系 相信很有感染力的应该 是的 其实很想问一下你自己 都应该会看过这个《商业星期二》的故事 我看过那本书 看完之后 其实给你自己一个什么的感受 我想就是当中很多关于人生的道理 是谈谈过之后 你会学会了很多 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 比如朋友、家庭等 当中我想大家有很多体会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他自己在香港是看过这部舞台剧的 是极力推荐那些朋友 不要错过今次在多伦多 第一次公演的《商业星期二》的舞台剧 其实他们一旦知道这两位戏剧大使 都是来多伦多大概十天左右 是的 但是他们的行程很紧臭 因为来到还要去很多排练 还有我们要看报警 但是这一部剧 每一场都有两个半钟左右 而只是两个人的对话 当中有很多真的要回答来认真 就会知道中国的精彩之处 还有是用广东话的神粹 虽然改篇自美国的小说 也有中英文的字幕 方便有一些 我也知道不懂广东话的朋友 都会务名而来去买票看这场舞台剧 其实可以看到原本有四场 结果一推出的时候 全部都被卖了要再加场 可相而知那个吸引力是多大 是的 因为我们实在是每天都有人 来到我们文化中心 又或者打电话来 是要求我们加场 结果我们都是信众要求 是真的加在这一场 7月13号下午两点半 如果真的还在旁边的朋友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 因为如果你说错过了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可以欣赏到这部舞台剧 是的 是 7月13号, 各位记住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到《荧光目左》下角的网址 查询有关更多的详程 还有如果真的要订票要快了 是的, 一定要快 是的 因为你可能是和很多其他不同的人 在争议的 很多观众都在看这个节目 是的, 因为每天我们不同的同事 都真的收到不少的查询 是 而且相信这一场加完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又要飞去其他地方 是的, 除非你跟着中英剧团 他们看看下一站去哪里表演 是的, 所以这个是多伦多观众的最后机会 是的 明白 那我还知道了 除了这个《商约星期二》的舞台剧 这么重头戏之外 另外也有一个活动是很适合所有华人的 是的, 因为加拿大公民法 即是朋友移民准备入籍的 那这个法例对他们就真的很重要 他们一定要知道的内容 因为新修订了之后就会在下个月 应该我说八月就会在新下月 所以我们为了配合很多新移民的需要 譬如关于考入籍事范围的要求 譬如居民上面那里 居住规定的年期 或者是什么叫居留的意愿 这些等等 其实都是很需要 大家申请入籍的朋友 是一清二楚的 那内容我们最好 就请一些专家来讲讲 那我们就会在7月19日 星期六的下午两点 就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我们就请到公民法官 也是文化中心的顾问 他就会解说加拿大公民法 这位就是刘炳顺医生 其实由他来讲最好不过 我相信很多家庭观众 可能现在看电视的 自己入籍 但是他们可能很多家人 或者朋友 都对这件事很多问题 或者老公都搞不清楚 你都知道我们的移民法例 其实最近修改了很多 尤其是针对华人的法例 所以都应该趁这个机会 来听一下这个讲座 讲座就是公民法 是应用给全部 准备申请入籍的朋友的 但是我们是 好像你刚才说的 为了针对华人的需要 我们特别用广东话 是 这个很重要 他就同声同气 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 跟公民法官去了解 新的修订内容是如何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我又如何去配合 而能够令自己很顺利地 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 就像我们明天 慶祝加拿大国庆那样 是的 所以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想查询更多的资料 可以拨打电话给他们 或者上到 《荧光莫左下》的网址查询更多 最后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否不用钱 是的 免费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是公益 也是需要大家去清楚明白自己 作为申请入籍需要的 这是我们的公民责任 今天多谢殷小姐 上来和我们推介了 《大多罗多中华文化中心》 未来这么多这么精彩的活动 所以各位家庭观众 最好一个都别错过了 今天谈到这里了 多谢你上来和我们 订阅这个问题 谢谢 别客气 有机会再见 有机会再见 我们现在先有时间 稍后回来 会继续影片再见